这绝对不是在扯猫楼吧 昨天直播 网友在直播间问到 预算167万 178万买车 Uncoy S1.5T和 雪佛兰探戒者1.5T 该选哪一个 我想问一下粉丝波浩铁 如果让你选这个 你会选Uncoy S1.5T 还说探戒者的1.5T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他个建议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辆款车的 雪佛兰探戒者 它是基于第二UX平台购买达到的 转载车的车能强度也是非常优秀的 要比德系日系好很多 包括这个别克Uncoy S 他们的A柱B柱都能达到1500MHz的热身性 包括驾驶员的护板 都是非常不错非常优秀的 车能安全比他们好太多了 这两块车吧 要是选1.5T 我的建议就选Uncoy S1.5T 为什么呢 因为探戒者买就买2.0T 1.5T不能要 为啥呢 1.5T它没有48000互人 也没有这个L2级辅助驾驶系统 而且匹配的是 6AT变幅箱 优点是加92号去 如果200T它有48000互人 有R2级辅助驾驶系统 是匹配的一个通用的9AT变幅箱 是吧 这个变幅箱主要是个关键 然后呢 但是它得加9数号去 并且呢 20T有4区 1.5T没有4区 Uncoy S1.5T 它没有4区 只有20T它有4区 一个这个差距 并且呢 这个Uncoy S1.5T呢 它是一个通用的9AT变幅箱 它这个变幅箱和这个探戒者 这个变幅箱是一模一样的 两款都是这个9AT变幅箱 可是探戒者 1.5T却这个给个6AT 当然9AT比6AT好太多了 换短路律上 技术上 耐用性上 都是这个9AT更好 所以说买这两台是1.5T呢 买就要买Uncoy S 它更好 而且悬挂呢 还是铝合金材质的 探戒者呢 有人说也是铝合金 其实它不是 它涂了一层银色的 每加力量防腐漆 也是双层出让的高码悬挂 别不是单程的 也是非常优秀的 除了重量 比它这个Uncoy S 铝合金重一些 别的地方 也是都是非常优秀的 同一层气 总比不图强嘛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 就聪明的考虑问题 这绝对不是在扯猫楼吧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